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亂說 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會想去旅行 暑假,所以你看到HIVO的機場 或者是英法隧道,塞滿了所有人 大家都趕著出去旅行,尤其是現在 剛剛就小朋友放暑假了 你好像遲了放暑假 好像是,我覺得好像是 我記得前兩年好像是7月中 7月中就已經放了,現在差不多到7月底了 是否因為有些學校可能因為 之前COVID的關係又要趕進度 可能是吧 總之是遲了一兩個星期的 有些比如私立學校那些就早些放的 以前正常 但是公立學校就遲了很多,剛剛才放第一個星期 所以可能很多家長已經準備帶小朋友去旅行 尤其是到8月我覺得會是高峰期 因為你7月未必預約到東西 或者要等小朋友安頓好 真的放了暑假之後才慢慢出去 8月頭、8月中就會是最多人出去旅行的時間 我想說一說 在英國去旅行 你對你的房子的防渡 需要做一些事情 除了防渡之外 也有很多你家屋保存的事情 你需要準備 因為不同香港的 香港是住坊 比較多的房間 關門就走 關門就關門 然後走 但是英國就比較難一點 始終很多人都是住一些房子 或者是附近 就不是說有一個食蕉洞 因為你不是住在Candary Wolf 我也不是 所以不會有兩個人在門口查身份證 或者查你的車有沒有事 所以大家在注意家居安全方面 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日頭長 而且氣溫比較暖 所以街上會多了機會 有閒雜人走來走去 因為比你閒雜人 你也選擇暖一點的時間來走 你不會選冬天冬冰冰 下著大雪、下著大雨來走 而且是光 其實是很矛盾的 光又會多了人偷東西 暗又會多了人偷東西 但是方法不同 和時間和季節都不同 在英國這些都是有季節的刷 都是有季節性的 那究竟是要注意些什麼 以及如何可以好好裝備你的房子 讓你去旅行的時候去得安心呢 今集就要和大家說這個話題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片 大家好 又是松仔仔 又是松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仔 哎呀 我都被你教得很暖 其實這個頻道是說什麼的 我記得他經常都是暖的 那這個頻道是叫松仔暖的什麼 哈哈哈哈 你少這麼怕就認真一點 剛才依然都是依然來的 那也是啊 我很怕沒飯吃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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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首先在說 即是假設你沒有任何人 搭入你家裡 沒有任何外面的階段之前 我們說一說家裡 如果你離開得久的話 你要做什麼準備功夫 因為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 來到英國呢 未必真的出過遠門的 即是你說去很長時間的旅行 可能你去兩三天有 但是你說如果回到香港啊 或者去了另一個國家 整個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我相信未必有這麼多人有 即是新來的朋友 未必有這麼多人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我和松仔仔就很充足 因為我們基本上 一年都會出至少一次 或者兩次國 嗯 又試過回香港 可能差不多一個多兩個月都試過 例如我們先結婚啊 或者是帶小朋友回去探 探嬸媽嬸巴 都試過比較長時間離開這間屋 但是至今我們都沒有試過 但是呢 都要歸咎於我們 是有做到一些準備的措施 有做足我們的防範 第一樣呢 首先不說 外面有沒有任何人搭進來 要說一說你家裡 有些什麼要做的 松太太你臨走之前 你會做些什麼呢 關掉窗簾 鎖了窗 鎖了窗 鎖了門 接著還要關掉可以關掉的東西 即是那些什麼焗爐 沒錯了 所有呢 因為大部分的家裡 都有gas 有電 有水 基本上這三樣東西 我們都差不多會截斷所有的供應 除了一些你必須要開著的 例如是雪櫃 鎖 鎖 鎖 但是呢 你不會關掉電的大措 因為關掉電的大措裡面 其他所有東西都會關掉的 是 但是呢 很多呢 處於待機器的狀態 我們都會關掉的 比如你那些遊戲機 啊 電腦啊 是 電視機啊 一些不用的工具 就算是焗爐那些呢 我們簡直會關掉大措 因為很多英國的廚房呢 那些烤箱 旁邊都會有一個大措 有一個紅色措 有一個紅色措 那些洗衣機 那些整個關掉 你就算是按摩的工具 你都開不著的 那些洗衣機 那些很多都有一個大措 洗衣機 對 洗衣機 乾衣機 這些完全不需要去穿它的東西 最好就全部關掉 因為哪怕 有個機會呢 就是它可能會掌握火 因為如果你離開的時候 然後英國無緣無故40度 那你怎樣呢 那些東西可能有機會有空 因為不是每個買家屋都存生 所有的工具都存生 而且你也省電 無謂浪費那些錢 去那些地方 所以所有東西我們都會認識的 尤其是呢 如果你家裡有油箱的話 我就直接連油箱 我連油箱的總制 我都會認識它 嗯 另外波拉方面呢 就有個帶來的 有些人會選擇 開著它 嗯 有些人就會選擇整個關掉它 嗯 我自己呢 就 prefer 是開著的 那個波拉 那雖然波拉有機會壞 或者是有機會爆炸 但是我自己個人選擇開著 因為呢 我試過有聽聞過一些朋友 或者我自己也試過 就是你關掉它太長時間 尤其是老化舊的波拉 它的壓力下降了之後呢 你要找一個火工程師回來 回來 回來 因為不是每個波拉都這麼容易 你可以自己下面就這樣 有兩個路線 自己打開它 就能夠重新的 不一定的 有一些呢 就要專門找人來做的 那如果你這麼不幸 一個舊了的波拉 而且呢 你又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自己能夠重新的壓力的話呢 那些波拉就最好就不好吃 因為呢 如果不是呢 你回來之後 整個波拉的壓力下降了 那你分分鐘呢 就沒有熱水溶 或者你家裡的水壓 可能會很差這樣 另外呢 有時候臨走呢 我會把家裡的水壓大力關掉它 因為呢 如果 你家裡有任何東西 爆水管啊 爆什麼爆物啊 漏水啊 漏水啊 濾水啊 大佬 回來整個房子浸了怎麼辦 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真人真事 但是我認識一個香港家庭 嗯 他就回到英國買了一層樓 回到香港大概是四個月左右 哇 OK 四個月 他是我以上說的事情 他全部沒有做到的 是 所以呢 他回到來呢 廚房的天花板倒了 哇 是 他的水啊 就有地方漏水啊 漏到整個廚房 新樓來的 他問我怎麼辦 他問我有沒有認識別人幫他製造天花板 你這些要找回專業的人士去搞 或者你先弄到樓水那裡 首先你先弄到哪裏的樓水 然後你整個樓桌那裡要全建 再重新鋪過 那些結構的糧也可能要再搞 那你要找一些合資格的人士來搞 因為比較大的工程 真的整個天花倒了 我不是說實際上給照片 我看過太久之前我沒有貼下 是真的整個廚房是完全是一個廢墟 打完像 打完像 是很好過 我真的沒見過新樓這樣塌天花 所以大家要小心 水呢 是可以對英國的房子有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們的房子 是上層與下層是木來的 而且木軟木之間只有石膏板 石膏板在雨水就會淋 好像紫一樣 一淋了一軟身 是一批東西就會掉下來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水這件事 要小心 好 當這些基本的東西都做完之後 我講幾件特別是你離開的話 在安全性上的東西 你要做些什麼 如果大家記得我之前說過的七大兵器 有一個器材 我自己安裝了 就是門內的內部門 你可以在門上轉個洞 用鐵的柱凸上來 鎖住門框 所以我每一道 如果是外面進來的 每一道門外面打開進來 你第一道看到的門 我都會鎖住 基本上 譬如是在你的後花園進來 然後可能要經過一道門 才能進到你的廚房 或者客廳 那道門 我就會安裝了內部門 因為可以限制 就是賊人進來你屋的空間 能阻礙多久 能阻礙多久 這是我這個防盜的格言 第二件事就是 你離開街屋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英國都會假裝你還在家裡 那你怎樣假裝你還在家裡 有幾個方法大家可以用 這個是我外父教我的 因為我外父離開香港的時候 他都會做這件事 然後他說 是呀 這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怎樣呢 第一個就是 調節時間制 調節時間制 那我通常都會在家裡 至少有三個空間 是會設定時間制的 就是會有一盞燈插著 以前就比較麻煩 因為以前就沒有智慧家 那你不能夠 就跟一盞燈說 你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關 設定一個 就比較難一點 所以我就會用一個時間制 那通常就會 譬如 IKEA那些 有些座桌那些燈 不是座地那些燈 是的 那時候你爸爸就會弄那些 八磅九磅一支 很便宜的 我就把它放在房間的正中央 然後旁邊設定一個時間制 這個時間制 是有一個圓形的 就有一些制給你停 這個機械完全不用電 是一個機械的 你可以設定 星期一就八點鐘開燈 九點鐘關燈 星期二就三點鐘開燈 四點鐘關燈 諸如此類 通常我自己設定的模式 每天都有些不同 就不會說每天準時 晚上六點鐘就開燈 接著呢 十二點就關燈 不會的 可能今天是六點十二點 明天就是七點兩點 總之每天都有些不同 但是每一晚呢 差不多吃飯時候 總之你知道 天大概入黑的時候呢 我都會設定的 因為我不是只是夏天走 有時候冬天都會離開 所以呢 冬天的時候就早入黑了 你就設定時間 就較早一點 比較隨便宜 讓你不要有人 可以捉到你家屋的模式 因為你不知道 進來爆你的那個賊 究竟是一個陌生人 就是觀察了你很久 住在對面 還是觀察了你很久 還是住在你旁邊 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是吧 因為那些機會主義者 你再明他再暗 你永遠不會知道 是哪一個賊 所以你要做 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 要做就做全套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設定警告 是隨便的 而且也不要三間房 同一時間開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怎麽樣在三間房 同一時間禁止 有人在外面走過 我看到三間房 突然間著了 這裏是Live Show 是呀 這麽奇怪 那我已經根本不用 不用觀察 已經知道你根本不在家了 松太就在樓上的房 拿了這個東西下來 那這個就是那些時間制 你見到上面 有寫著Monday Tuesday 一路由Monday 一路去到Sunday 然後你見到旁邊 這裏有些啪啪制 這樣啪下去 啪下去就是關 啪上來就是按 然後每一天 你見到呢 都是由12點 到12點 一個24小時的 那你在這裏呢 就每一格 就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 那所以呢 你真的好像一個時辰 兩個時辰 那樣子 你設定了 那那個時間就會安 那你其實可以隨便 這個時間安 那裏又off 那裏又off 那裏沒有人知道 你究竟是不是真的在家了 第二招呢 就是我會設定電視機 和聲音 或者收音機都可以的 因為很少人會裝入你 你家裡看 你就真的在看電視 拉窗簾也看不到 對 拉窗簾也看不到的了 那你電視 也不是的 電視機有時候 你窗簾那裏呢 你會看到一些光 在那裏斬一下斬一下 那我自己呢 就會設定 因為所有Smart TV 都可以設定 星期幾幾點鐘 開到幾點鐘 有些呢 就可能每一天都可以不同時間 有些呢 就可能固定每一天都是那些時間 那其實我電視機 就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電視機 你看到它斬一下斬一下 那就已經有人氣了 還有你有聲音 我通常會開大聲一點點 那就確定 大家都知道我在看電視 即是你把那家裡 就知道 這傢伙在看電視 有聲音 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阻礙作用 因為呢 不是說每一個人住的屋 可能都私隱度高 或者是比較安全 那一定有些人 可能你的屋子是比較透露的 尤其是可能在 環節的轉角位 你幾個窗 你都對著大街的 如果你真的兩三個星期 都完全沒有聲音 又沒有燈 人家就 很容易被人察覺 是的 很容易被人察覺 你不在 所以呢 尤其是呢 譬如你的電視機 擺在對著花園那邊的客廳 有些客廳直接對著花園 然後你有一個大的French door 就算你拉了窗簾 外面還會透光 看到光 你家裡靜音音 什麼聲音都沒有 不是啊 在走過 那些角落 你見到 走過 其實有可能的車駕過 已經看到 裡面有沒有電視在閃 有時候會這樣 你安裝了的話 會更加安心一點 至少你的屋子 感覺上 那個人氣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第二樣 我是離開的時候 必定會做的事 好了 第三樣 就說到你家裡的鏡頭 嗯 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確定 如果你家裡的鏡頭 不是接著濕電的話 你臨走之前 一定要充滿電 因為通常 如果是電視機 那些都可以用 大概三個月的 你說Arlo Yufi 那些 我據聞 Arlo那些 就是免插濕電的 就算是那些 普通的CCTV那些鏡頭 但是都可以維持一個月的 那通常 你去旅行 就很少會去超過一個月 去超過一個月 就真的 比較長時間的了 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乾電 用乾電池的 這些鏡頭 都能夠維持到 你整個旅行的 那我自己就用Wing 所以我肯定 Wing是可以超過三個月 那確定你充滿了電 你才會離開 如果不然 拍一下 你離開 你根本看不到你家裡的狀態 那這個 是比較麻煩的 那第二 講到鏡頭的話 我自己就傾向 就是要小心一點的話 我會在家裡 設置幾個內部的鏡頭 那我自己也是用Ring的 因為 就是你用開那個生態系統 你就用那個生態系統 當然了 你可以用很多 可以一次過看完 可以用很多其他牌子 因為Ring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你要訂閱 而每家一個器材 它要多幾磅 我不太記得 兩磅幾 多一隻 總之有不同的包裝 但是Ring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總之 你越加得多 它就差你越貴 但是你其他牌子 有些就一輩子免費 也有 或者你設定一些IP鏡頭 但是IP鏡頭 我覺得不依靠 就是有些 香港你也有得買的 幾百元一隻 但是那些在電腦上 駁餐才能看到 而且有時候那些畫面 也都不清楚 傳輸速度也不夠快 也不夠快 反應那個時間 有時候駁得很穩陣 但是用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它自己掉了 斷了 但是你的人又不在 你怎麼設定它呢 所以那些就比較 沒有那麼保證你可以一定看到畫面 但是Ring就不同 Ring呢 基本上我用了這麼久 我都沒有試過它斷了 是用不了 除非你家裡沒有網絡 沒有得好說 但是我自己就會設定一些鏡頭 是看著出入口位 譬如是樓梯看著大門 又或者是後花園看著French door 或者是再設定一個 是看著家裡最大範圍的地方 至少如果真的有人包進來 你也知道那個是一個男啊女 有多少個人 在哪個位置進來 在哪個位置進來 怎樣包進來 拿走什麼 整個電視台走了 整張梳化搬走了 整張梳化搬走了 這是誇張一點 應該又不會拿梳化妄居 但是至少你會知道 有些資訊 你如果想叫你朋友報警 你也要形容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多少人 還在不在你家裡 有沒有拿武器 這個其實也挺重要的 因為你在外國 你的人已經遙遠 即是你先離開了你的安全 但是你要跟警察說任何事情的話 你也需要有更多的資訊 所以我自己會傾向 在家裡撞一些鏡子 還有有時候 一些警察進來之後 警戒心可能會降低 可能很熱 除了頭套 你也不知道 是的 你可能剛好就抓到她的樣子 很難說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會做的 其中之一樣 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不在家裡的話 即是你在家裡住的時候 我就不會設定了 因為我覺得那些 就有一點侵犯我自己的私隱 是的 即是如果我在家裡很熱 脫衣服 然後在那裡拼背脊的話 讓她看到 讓鏡頭看到 我就覺得很尷尬 是的 或者有人搵了我的鏡頭 特地我最喜歡 就是看鬆仔沒穿衣服的了 多變態 是吧 很嚴重的 所以我自己 如果在家裡的話 我就不會設定內部鏡子 但是如果我一離開一間房子 哪怕兩三天左右 我有時候都會順便 開掌 其實你可以先設定 設定 你全部進入 那你到 你真的要去遠程的旅行 你一按按鈕 就立刻連結就可以了 你不用每一次去旅行 都再設定 你可以擺好位置 你一不在這裡 我就開啟它 那就已經完美了 好了 第四項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臨走之前 要確保 不要有 禮物 不要有送禮物 在你去旅行的時候 送過禮 原因就是 如果有一些外來人 他觀察你的房子 或者剛好經過也好 他看到你的房子 有個禮物 首先你不要想 他偷不偷你的禮物 問題是 你有個禮物在外面 沒有拿進去 就是你家裡沒有人 第一 即時第一個答案 就已經是這個 好了 如果明天再經過 你的禮物仍然在門口 那就證明你根本 就完全不在這裡 所以英國 又試過有一段時間 就簡直是那些賊人 為了測試你 在家裡 就故意 倒一些 或者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在你門口 一些你沒有辦法 會否認識 就是你一走出門口 就會看到 你一定會清理的東西 嗯 如果你在一段時間內 都沒有清理的話 他就知道 這個人根本不在家裡 嗯 他就會趁你 不在這裡 乘虛而入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 你離開房子的時候 如果你去遠程 更加 你一定要解釋你的禮物仍然 或者你會有人替他代收 嗯 又或者 你指示送禮物仍然 放在你預先設定好的 一個秘密的地方 例如你的垃圾桶裡面 或者放進你的園圈裡面 是的 諸如此類 這些都是記住要做的 還有你那個 那個門口的垃圾桶 嗯 垃圾桶一般來說 你如果是要倒垃圾的話 拿出去 你很久都不拿回來的話 別人也會懷疑 為什麼你的垃圾桶 這麼久都還在外面 當別人的垃圾桶都不在那裡 你那個在那裡的話 這個也有機會 是成為一個線索 告訴警察 你其實根本不在那裡 所以最好 你告訴鄰居 可不可以幫你拉回垃圾桶進去 又或者索性 你根本就不要拉出去 好了 講完你屋裡面 以及電器那些東西 就講一講你的車 有時候你走了 你可能一間屋裡面有兩三個車 你只是駕駛了一輛車 或者你甚至乎完全不駕駛的 家裡都停車在那裡的 嗯 你知道很多現在新的車 都是可以靠那些電子放大 去放大你的信號 而去偷你的車 那為了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我自己的做法是怎樣呢 首先 車時 我是不會留在家裡的 所有的車時 我都會帶走的 如果有人闖進我家裡 偷了我的車時 連我的車都拿了 這個首先他做不到 他要攤我的車 除非他懂得 那些熱線 或者他直接找一輛車 拖走我的車 否則 如果他這麼大陣仗 就不用你偷了 根據我的經驗 在英國 甚至乎在新聞 我都沒見過人 熱線的車走 在現在這個年代 那些賊已經是不懂得做這件事 還有現在的車 也比較難熱線的 因為以前的車比較容易 現在的車做這件事 也比較困難 而且現在的車是 這世代的賊人 他們全部用科技去偷車 什麼熱線 根本就不知道 你猜真的 有線嗎 你猜真的好像看美國那些劇 過年60秒 這樣走 是不會的 所以 我一定會拿走那些車士 當然 他要偷測你的電腦 他仍然有辦法偷測 但是問題 他要再高一些科技 要買另一套工具去做這件事 就不能夠靠你家裡的 用任何用具 那你在不在他也能做到 在不在他也能做到 所以沒辦法 如果你說你 你的車跑在Astar 也可以被人偷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 當然你也可以安裝檢查 去檢查車 這個後話 另外我再保險的方法 就是我會在鎖車之前 就是我離開之前 我會打開鞋子 或者在後面的車尾 蓋 我把電脫掉 嗯 把電腹架拿走 然後蓋上去 再鎖車 嗯 那車是機械性的鎖了 是 它的鈴鐺不會響 為什麼我要令到它的鈴鐺不會響呢 因為你沒辦法關掉鈴鐺 你想一下 如果你的車派在家裡 然後你在那裡有人呆你的車 嘩 你的車響10分鐘 5分鐘 你旁邊的房子還不爭死你 還有響也沒用 沒有人救到你 你根本沒有人救到你的車 所以響來也是多餘的 我自己就會把電脫掉 然後再鎖上車 然後把電梯也拿走 就算它鎖上車 也沒有電 首先電腦也不穿 沒有電 那它吃不了 是吧 第二它可能認為車是壞的 因為很少人會脫掉電 是的 因為多數車派在那裡 都一定是開電 怎麼會脫掉電 在現今這個年代 基本上不會發生的 但是我自己就會用這種方法 就是逆向思維 你不做的就我做 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我自己感覺上 脫掉了電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的車的電 是比較舊一點 或者你的車本身可能舊一點 那你脫掉了電 就確定 你回來的車還可以脫掉 不用你額外買東西回來 或者要過乾隆 那麼麻煩 但是我這個方法 就不適合所有車用 有些Hybrid車是不能夠隨便脫掉電 脫掉電 會解決到電腦的 這些最好不要亂脫掉 因為不是每一架車都適合這個方法 而且你電車的話就更加不能脫掉 而且有些電車 是有一些Centry mode 就是它穿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鏡頭看著外面 是的 也有些特別的防盜系統 那些車就更加不能脫掉 所以剛才說這個方法 就不是適合所有車 但是我自己的車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方法 最後老套一點要說一下 正所謂遠親就不如近輪 如果你和你的鄰居關係是好的 你附近的屋苑 有一些WhatsApp群 甚至乎現在很多香港的朋友 你知道很多香港村 香港城的 整條街都是香港人住的 那大家其實都應該發揮這個 守望相助的精神 如果你的鄰屋和你的關係是好的 那大家又左右有認識 那你也不妨告訴你的鄰屋 我便要出軟門 麻煩你如果方便的話 如果有些空間 或者有些什麼 在家外面特殊的情況 你也告訴我 或者有些可疑的人物走近 那你也可能通知我 或者幫我報警 但是大家不要過分依賴這件事 因為我香港人的鄰居 我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香港人和香港人鄰居 會不會是可以做到細心一點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一般的英國人的朋友鄰居 那說真的 有時候我都會叫我鄰居幫我看著 或者鄰居叫我幫他看著 但是老實說 你看得多 就是你都是回家關門 然後做你自己的事 你不會說 是啊 先看看旁邊 旁邊的陳伯走開了兩個月 我要每晚定時定下10點 就出去檢查一下他家外有沒有事 你很難的 你也不能夠要求人做這件事 人家做是人情 不做是道理 所以你不能夠預期太多 但是當然多隻眼看 怎麼都是比小隻眼看的 另外就是有些 其實防盜公司 有些警告系統 你安裝了 他就會自動報警 又或者坊間有其他那些 現在有些新的保安公司 就說你和他簽月費 他又說會拍照 噴煙 然後又會 你太晚回家會問候 你是不是在這裡 如果不是 我朋友在這裡 問候你 問候你 然後就會幫你報警 那些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用過 沒有親身體驗過他的 有些穩定性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在這些 我們需要的時候去工作 因為 你說得多好也沒用的 嗯 最重要的就是 你需要他的時候去工作 是啊 因為我平時沒有事沒有干 你問候我做什麼 是不是 我回家 你拍照做什麼 有些朋友 就是發給我看 你看看 他拍得我 其實看不到 他拍照 只看到我的頭頂 看到一個男人 這個是我 那天我回家 你突然被他拍了 但是 你不夠清楚 其實也是沒有什麼用 我的感覺上 也說他幫你報警 但是警察來到 你不在 那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有人破門呢 我不知道 每一個情況 都可能不同 但是當然 多隻眼幫你看看 是好事 但是 至於那套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些服務 是不是適合你的心水 那這個就是 你自己去衡量 好了 今集這個 假期的一個防盜 小心得 又說到這裏差不多了 那希望 我上面那幾招 可以幫助大家 更加可以過一個 安心又愉快的旅程 那我和宋太 都非常之想去旅行 但是奈何 那些機場實在太塞了 機票也太貴了 那暫時來說 都是得個限制 那希望呢 下年呢 同樣的時間 有機會可以去到 最想都是去日本 但是日本到現在 都還沒有正式 開慣 因為它始終還有一些旅行團 有很多限制 那令到我們出遊 會比較不方便 尤其是帶著弟弟 是不是 不要說你限制我 我也限制不了我的年輕人 那所以呢 有限制是會令到我呢 去這個地方的意欲 減低 其實不是 意欲仍然很高漲 但是問題是行動的能力實在太低 是 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希望呢 明年可以更多機會 出國旅遊 我也想呢 和大家呢 拍一些旅遊特輯 對呀 康泰旅行社 這樣 出去喝喝吃吃 我已經很了很久了 OK 今集時間呢 到這裏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鈴鐺鐘 那就知道我下次何時出片了 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